國會議員出席率低 早就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那反對黨昨天就看準西蒙人少 花起突襲戰術要求記名投票 搞得婦女部行眾撥款預算案 差點硬勾裡翻船 那首相手副部長哈尼巴 今天被媒體追問時就說 找到婦女部隊 沒問題啦 沒問題啦 對我來說是玩樂 我們正在玩樂 那是唯一的 那是最好的方法 哪有其他方法 我可以做的 副部長還真是幽默 說這只是小事 他一點都不擔心 最後他還向反對黨 送上了祝福語 感謝你的位置 現在你已經學習了 好的 反對黨是學到了新招 來對付出席率偏低的 西蒙國會議員 還差一點就阻攔了 政府給弱勢群體的撥款 就不知道西蒙國會議員們 在這次事件後 除了幽默感 還有沒有學會一些別的什麼呢 有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